鞭炮聲不斷 震頭一對全員出動 現場鬧轟轟 這是疫情來襲前 二零一九年淡水 繞進活動 氣氛熱鬧 但再往前推一年 同樣人山人海 但過程當中卻爆發激烈的街頭鬥毆 好幾十名男子在大馬路上不停叫囂 街頭上演全武行 驚動警方到場壓制 一年一度新北市淡水最大盛事 清水祖師爺繞進活動 受到疫情影響已經停辦兩年 今年為了恢復舉行 已經全面做主準備 停辦兩年的淡水大拜拜活動 這次為了防止衝突意外發生 特地把遺忘的步驅改為車巡 同時達到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達成防疫目的 原本期盤可以盛大舉辦 沒想到從三月開始 確診數不斷攀升 今年跟首度踩車隊遊行繞進 而陣頭隊伍也從四十多組 減半變成二十多組 淡水大拜拜在六月三號 端午節下午五點開始 除了當地住戶 工作人員及公務車之外 其餘車輛都禁止進入 管制時段內公車也全面改道 淡新路以西 新春街與東山北路 二一二巷口以南 中正路 中正東路以東之淡水區內 主要道路有設立十九個管制點 警方全面總動員增加警力部署 兼顧防疫 同時防止姿勢 要讓睽違兩年的繞進活動 平安若目 今次的專欄王辰毅 蔡宜芳報導